彰化有一种仪式叫做松肉粽 彰化以外的地区也类似于这种仪式的名称叫做济草人 在一年之内过世了两个人会建议举办济草人的仪式 在仪式开始后不可以叫任何人的名字 这位是林爱 林爱的家庭从事殡葬业的工作 理所当然 她也是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这个工作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 灵异现象 今天就来说一个稻草人仪式的故事 在彰化有一种仪式叫做松肉粽 松肉粽的意思就是将散掉人的杀气 连同散掉的器具一起送往大海粉烧 但是彰化以外的地区也类似于这种仪式的名称 那叫做济草人 老一辈的人常说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在一个家庭中 如果在一年之内过世了两个人 那么张义社团队会建议上家举办济草人的仪式 主要的目的是让那个东西以为稻草人 就是他要害的第三个人 让他以为交替已抓完 并将他送走 这就是第一个需要做济草人的原因 第二个则是跟松肉粽一样 会散掉 是因为家中 有冤魂在作祟 害怕冤魂会继续抓交替 所以 一样以稻草人来骗冤魂 以抓完交替 并送走他 而在做济草人的过程中 有许多个经济 其中一个经济 就是在仪式开始后 不可以叫任何人的名字 或是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如果有被叫名字的话 千万别回头或答应 这个故事 发生在一次济草人的仪式中 当事工吹起牛角声 这个牛角声很大声地毁荡在空中 后经听到牛角声 都必须关紧闭窗户盒门 就跟松肉粽一样 不可以有人在外面徘徊 而这是比较特别的事 牛角声响起后 后经突然间响起一堆 吹狗炉的声音 走出去去看 才发现 附近的野狗 围着一团空气 边走边飞的 慢慢靠近仪式的会场外 但那些狗 到达会场外以后 停了会场的外面 似乎不敢踏进仪式的会场中 而这时 我们感到了一团很冷的风 吹了进来会场之中 然后在仪式开始后 施工们开始仪式的送进 过程中 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怪异的事情 但是 在仪式结尾快结束的时候 要将稻草人 送往西边烧掉的路上 然后 随眼望去稻草人的那方 看见 绑着稻草人的推车后方上 有一位穿着脏细细 全都是泥土的衬衫及西装裤 脸上一副扭曲 变形的笑容的男人 蹲在稻草人前方 看着稻草人 而为什么说她的笑容很有趣很奇怪 是因为 她的眼睛灯得很大 嘴上的笑容 颜色只跟鼻梁的一样高 而露出的牙齿 也随着笑容 只鼻梁一样高 在这个仪式中 看到这个人 她很确定的是 她不是人 而且 那个样子就好像很开心的 在人群中 寻找下一个猎物的感觉 边看着我们大家 边看着稻草人 在这个情况下 她不敢跟大家说这个情况 她只能这样 看着她蹲在那边 继续往西边走 走了很久的路程 终于到达了要火化稻草人的地方 就在溪水旁的石头岸边上 看着施工们 将稻草人以下车 开始送进 就在快结束 准备要火化稻草人时 由于新来的员工 不小心叫了 另一位工作人员的名字 而被叫的那位工作人员 又不小心地回头应答 这时 他们两个才发现不对劲 互相 看着对方 而这时 灵爱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被叫的那位工作人员的身后上方 飘着 一团黑雾下来 围绕着那位被叫的工作人员 但黑雾慢慢地消失后 看到那位工作人员的身后 站着一位 很黑 很暗淡的人形 虽然看不清楚是谁 但 很确定的是他 脸上呈现了很熟悉的脸孔 就是刚刚在推车上 那个诡异笑脸的男孩 但是 其他人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一幕 而他 一样地不敢说出这件事 被叫的那位员工 事后也是跟了事工 拿了几个符咒 简单地近身 大家也就以为 技巧人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几天后 那天 被叫的那位工作人员 打了电话过来公司 请了好几天假 询问后台原因之后 才发现 原来昨天晚上 那位工作人员 要上上前往他老家的时候 在路上 看到了一位 穿着张细细 全是泥土的衬衫 黑色的西装裤 脸上 挂着诡异的笑容 站在路中间 而那位工作人员 为了闪躲那诡异的人 闪开时 汽车 冲转上路旁的安全栏 车身卡在了围栏上 所幸的是 并没有直接掉进下面的浊水溪 而灵爱才想起 那天做技巧人的时候 看到的那诡异的男人 他将把这件事情 告诉公司的施工后 才在那位工作人员出院后 就在他的家中 在举办一场技巧人 要将那位诡异的人送走 而幸好 这次顺利的结束 那位工作人员说 幸好 当时车上后照镜上 有挂着跟技工 求来的大佛珠 因为在撞上护栏的前一刻 他看见 佛珠 莫名其妙的断了线 然后 一颗颗的落下 而下一秒 听见碰撞的声音 才发现 他已经卡在护栏上了 他很庆幸的心想 要不是当时的那串佛珠 或许 他早就跌落浊水溪了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 看来佛珠真的帮他挡了债 虽然是受了伤 可是 人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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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